2012年,在韩国经济到水源市,一名中国朝鲜族男性吴元春将一位韩国女性郭某挟持到自己家中,将其绑架并残忍杀害。 在遇害过程中,郭某曾打电话报警求助,但警方的玩忽之手最终导致了这场惨剧的发生。 这起恶性杀人事件引起了全韩国民众的极大关注,警方的失职也引发了公众的愤怒。 大家好,我是阿杰,今天给大家讲讲水源杀人分尸案。 这起案件的始作俑者吴元春是朝鲜族人,出生在中国内蒙古,案发时42岁。 吴元春曾经前后三次到韩国打工,自2010年5月以来一直在京济道水源市工作。 被害人是一位女性,名叫郭某,被害时28岁。 郭某的家庭条件并不好,父亲欠了不少外债,弟弟尚且年幼。 为了贴补家用,郭某在一家当地手机企业做流水线临时工,经常要加班到深夜。 郭某与吴元春素未谋面,而这起案件的原因也毫无逻辑可言。 2012年4月1日晚上10点40分,吴元春像平常一样在家喝着闷酒。 喝到酩酊大醉时,他才想起家里的垃圾还没有倒掉,于是他把整理好的垃圾放在门口。 就在吴元春准备出门时,平时寂寞难耐的他突然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倒完垃圾后,他躲在家门口的电线杆后面,等待着猎物上门。 不巧的是,一名女子郭某下班后回家正路过电线杆附近。 就在此时,从电线杆后面突然窜出一道黑影,吴元春立即扑向郭某,从身后捂住他的嘴,把他拽进自己的粗租屋内。 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几秒内,整个犯罪过程都被路边的监控记录了下来。 吴元春把郭某拽进粗租屋后,先是疯狂殴打郭某,再撕扯他身上的衣服。 由于郭某的强烈反抗,吴元春一时未能得逞。 这期间,吴元春一度外出离开了粗租屋。 郭某打电话趁机逃跑,他担心吴元春在屋外,这样冲出去会更加激怒吴元春。 所以郭某不敢轻举妄动,晚上10点50分,郭某趁着吴元春不在粗租屋时,拿起手机拨打了112报警电话。 然而,郭某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本来可以救他命的报警电话,却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 吴元春离开粗租屋后,郭某立即反锁房门,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郭某在电话中说自己正在遭受性侵犯,并告诉接线员自己现在的位置。 然而,接线员似乎并没有听懂郭某的紧急求救, 而是反复询问她是否遭受过性侵犯和她所在的位置。 郭某警察,请问一下。 我这里是木某 놀이터的房间,我正在通促进行动。 木某 놀이터吗? 是,木某 놀이터的房间,我不知道什么房间的房间。 是,轻轻吗? 是,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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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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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是小巨 小巨 小巨 改 out 是小巨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小巨 跟你的手 是小巨 我现在 我现在 我本来 我刚才 在他一遍 我刚才 我刚才 接线员天真的以为这只是一般的夫妻纠纷 此时的通话时间是1分20秒 吴元春听到郭某在打报警电话 强行进入房间用手掐住郭某的脖子 郭某不停地向吴元春认错并苦苦求饶 但吴元春没有停止他的施暴行为 面对电话里不断地传来惨叫声和哀求声 接线员似乎没有注意到事情的严重性 郭某在电话中很清楚地说出了自己当前的处境 但警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出境 挂掉电话后 郭某又是惨遭吴元春的一顿毒打和肉体折磨 直到深夜才停止 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 吴元春被郭某活活掐死 为什么警方在接到报警电话后没有立即行动 而是等了4个小时以后才出警搜查呢 这并不是因为接线员没有听清楚郭某的报警内容 而耽误了出警 是郭某的姐姐没有像平常一样 收到妹妹下班后发来的短信 她担心妹妹的安全 这才拨了报警电话 因此警方是在郭某的姐姐报警后 才开始出警搜查 距离郭某报警已经过去了4个多小时 最初只有两辆警车和5名警员前往案发附近 郭某的姐姐也一同前往 她表示当时警员的态度十分消极 整个搜索过程都显得敷衍了事 在搜查到一间游乐场附近没有线索之后 警方不顾郭某姐姐的反对和请求 直接停止了搜查 事后一家媒体采访了犯罪现场方圆300米内的137户人家 发现其中有133户人家表示警方没有对他们进行走访排查 可能的原因是为了不打扰市民休息 警察只对亮灯的几户人家进行了简单问询 警方声称他们当时没有搜查令不能擅自进入民宅 但法律规定警察在紧急情况下是可以直接进入民宅搜查的 不需要处置搜查令 早上6点警方在郭某姐姐的爱求下再次派出了10名警员前往现场进行搜查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郭某 然而在搜查过程中还是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早上7点警方再次派出部分警力 重案组35名警员全部出动展开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搜查 经过了近两个小时的努力搜寻仍然没有郭某的下落 到了早上9点这起案件的负责人刑事科科长才到达现场 在此期间警方多次拖延推诿 声称已经联系了119来追查郭某的位置 但郭某的姐姐却表示当时警方要求他们自己联系119来追查妹妹的行踪 直到中午11点5之分警察才将凶手吴冤春抓捕 抓捕时他正在肢解被害人的尸体 房间内有菜刀和砂轮 整个房间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型的屠宰场 场面的血腥程度让人难以目睹 吴冤春把尸体肢解成了280多个碎块 装进了17个垃圾袋里 打算分别丢弃 让人气愤的是吴冤春被逮捕的地方 距离第一次出警停止搜查的地方仅有10米远 警方在处理这起案件时的行动效率引起了公众广泛的不满 随着事情的曝光舆论哗然 韩国民众开始指责警方的办事态度 认为他们的处理方式极其不负责任 甚至怀疑警方的报警电话形同虚设 民众强烈要求警方对此负责 他们认为如果警方在接到郭某的报警电话后 能够立即采取行动 或许能挽救郭某的生命 据警方的事后分析 被害人郭某可能是在吴冤春闯入房间后 假装挂掉电话 然后将电话扔在了地上 希望通过这个报警电话寻求救援 然而警方的不作为辜负了郭某的期望 也间接夺走了他的生命 民众对警方在接到报警电话后的一系列处理行为 同样感到愤怒 在通话中 郭某已经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位置 接线员还是不停地要求郭某提供具体信息 导致救援行动被耽搁 当时有20名警员值班 但没有人认真处理这件事情 接线员的表现让人很失望 他们认为这只是熟人吵架或夫妻其争执 实际上 当时韩国112呼叫中心的接线员 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接受过短期训练 此外警方在报警通话时长上也说了谎话 4月4日 警方谎称通话时长只有15秒 报案人未能提供准确的地点 4月5日 警方又称通话时间是1分20秒 还公开了部分录音内容 到了4月6日 在舆论的压力下 警方终于承认整个通话时间是7分36秒 并向被害人家属公开了完整录音 在公开这一版录音内容后 公众更加愤怒 在录音中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各种凄惨的声音 但接线员就是认为这是夫妻在吵架 最多算是一个普通的家暴 那么面对电话中不断地求饶和惨叫声 即使是家暴 难道不应该出警制止吗 其实在这起案件中 警方隐瞒的还不只有这些信息 郭某被吴渊春挟持到粗租屋这件事 被路旁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了 视频时间长达13秒 但最初通报案情时 警方却隐瞒了这个事实 案发后 警方声称他们已经查看了监控 但没有发现与案件相关的内容 事实上 他们通过监控是可以看清楚 郭某是如何被吴渊春挟持到屋里的 这个录像是在4月9日公布的 公布之前警方一直否认有录像的存在 据警方表示 由于很早就将凶手逮捕 所以对录像并没有特别在意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公众指责 4月9日 韩国国家警察厅厅长赵贤武提出了辞职 他在声明上说 我仅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沉痛哀悼 并请求他们的原谅 我为韩国警方因严重失职导致此次悲剧的发生自责 我更为韩国警方试图掩盖他们的失职行为 让民众失望而道歉 赵贤武还表示警方将严惩相关人士追究责任 如果死者家属提出控诉 要求国家赔偿 他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协助 随后 京济道警察厅厅长徐千浩也提出了辞职 2012年6月15日 在庭审时 检方提出了人体器官买卖的指控 认为吴元春将郭某的尸体肢解 是为了取得内脏器官进行买卖 吴元春一审被宣判死刑 吴元春表示不服 提出上诉 在二审中 水源地方法院认为 吴元春只是将尸体装进了塑料袋中进行保管 并且他的银行账户上 没有任何可疑的金钱交易记录 综合分析后 法院认为 吴元春可能是根据临时情况进行的碎尸行为 无法确定他的目的是器官买卖还是销毁证据 2013年2月16日 韩国法院以杀人等罪判处吴元春无期徒刑 目前他正在庆上北道的第一监狱复兴 在韩国 只有以器官买卖的目的进行杀人分尸行为 才会被判处死刑 而仅仅是为了销毁证据或其他原因 最多只会判无期徒刑 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警方能够正确判断迅速行动 并采取有效的救援措施 完全可以挽救郭某的姓名 但警方的不作为和玩忽之手 错失了最好的救援时间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令人痛惜 更让人愤怒的是韩国警方在面对这起案件时 表现出的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 他们多次说谎 试图掩盖事情的真相 人命关天在他们面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最终让更多的人对保护群众安全的警察 丧失了信心 民众希望警方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并从中吸取教训 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起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和尊重 也才能够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